您現在收看的是 產業先鋒隊 嗨 大家好 我是宇凡隊長 歡迎收看我們產業先鋒隊 今天是10月2號 禮拜一 那麼也就是我們第四季的開始 10月份的開始 休了三天連假之後呢 大家這個眼睛為之一亮 對 漲200 現在目前漲210點 早上從開盤了以後呢 氣勢如紅 尤其這個 護國神山台積電沒有在跌了 而且再往上漲一個重要的關鍵人物呢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就是AI概念股 好吧 那個上禮拜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我們這AI呢 已經開始在反攻了 已經開始在 已經在登月了 中秋節前登月線的這一些AI概念股 今天呢 很多的AI概念股呢 已經開始攻漲停了 雖然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股票呢 還沒有去亮燈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亮燈的股票裡面 其中呢 包括微營 微創 那麼微創是我們在上禮拜四 我們在東升的這個股東前潮的這個盤中解盤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析過 那麼當然呢 我們看到這個AI概念股在這個漲停的過程裡面 大家一定想說 那登月以後 漲停以後 難道就是一開始就是 要開始這樣子不斷的往前挺進了嗎 那麼看到今天也不是只有AI概念股在漲 我也看到一些網通的族群 包括這個有關於這個CPO的這個所謂 矽光子概念股的裡面的一些股票也在開始往上攻 台積電大聯盟呢 也開始往上攻 那麼看到一些部分的所謂的 記憶體的族群也在攻 各位 那是什麼現象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也就是說 第四季的開局 也就是10月份的開局 其實營收都還沒有公告 對吧 大家在想說 營收沒公告 難道這個後面營收都會很好嗎 那不然這樣子在長什麼意思呢 那你要想一下 那個我們在過節前 那個成交量不足 對吧 今天到目前為止的成交量呢 看出來大概估計成交量是 3000億以上的水準 那麼它會帶動了所謂的這個 整個大盤的當充的量能 那麼 因為大盤好 所以呢 大家也比較有這個 膽量進來 那麼第二個 在節前壓縮的這個 所謂的成交量縮的情況呢 在節後釋放出來 很多人原本以為說要等到那個 10月份的另外的廉價完畢之後 大盤才會開始反攻 但是就我的看法 我們在上禮拜已經跟大家說明了 我說 放完這個廉價基本上回來的開始呢 就要準備開始進行一個反彈了 果不其然呢今天開始進行反彈 在這邊呢 也恭喜 大家 頂尖隊員 我們頂尖組的 偽創亮燈漲停 好再來呢就是呢 PCB族群裡面的 劍頂亮燈漲停 好吧那麼 當然呢這個 以現行來講的話 當然劍頂是比較優啊 那短線上呢 之前的這個 投信一直買 雖然呢這個上禮拜有稍微做一些調節 不過呢這檔股票呢基本上法人還頗愛的 那當然呢除了這個之外呢 整個PCB的族群他會有個連動效應 之前在大漲的包括像定影投控 那麼接著今天的金像電 他也創高了 金像電創高之後的拉回 我看一下金像電 現在目前為止 今天來到了233的高點 那麼金像電再度創高以後呢 這邊有獲利調節的賣壓好的 你說PCB如果漲到現在這個樣子的話 那理論上還會在漲嗎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呢 那個劍頂還在漲對吧 那 欸不對喔 PCB的族群非常廣泛喔 我們如果從PCB的族群看 再往上游再去拉的話 那不就是CCL 銅箔基板 銅箔基板裡面的 台耀 等一下 大家看一下台耀 台耀 今天最高是亮燈漲停的位置 149.5 那代表台耀也創高了 我來問一下 如果台耀創高的話 大家有沒有聯想性啊 剛剛講過了 PCB在往上跑的話 就是什麼 CCL 銅箔基板 再往上跑什麼 銅箔 再往上跑什麼 撥銜布 那麼 這是一個產業鏈 所以呢 會怎麼樣 會連帶帶動 會帶動誰呢 來看一下 帶動了什麼 金居 那麼就銅箔 好 各位來看一下 金居也沒有創高啊 那短線上呢 這個整理完畢之後呢 股價有開始來進行一個反彈 放量 有點微幅的放量 好 對 那 這樣的話 我難道我們就是現在應該就是 反彈而已啦 是嗎 他是反彈對吧 那我們該怎麼做 那接下來我們要 討論的就是 在這麼多族群裡面 大家似乎都有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就是說 我現在參與的話 我會不會去追高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反彈 那麼在這個反彈的 這個明後天呢 這個開始陸續公告營收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會發生 我要必須跟大家討論這件事情很重要了 第一個我們把時間點先拉出來 各位 來 我們要開始找 這邊有一個頂尖組的那個 偉創跟 見頂 恭喜大家 我們這個頂尖 頂尖的會員呢 這個今天兩檔股票亮燈 等一下可能還會有其他股票在亮燈 我們再慢慢來觀察 首先呢 我現在回到一個重點來 就是如果你去看9月份 你看第三季 很多投信在買股票 他們買了很多的股票 對吧 那 不斷的買不斷的買 到底買了哪些族群 裡面 有很重要的 AI在當時投信在賣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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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看到有的外資在買 投信又回來買 這就是 一個 股本的結構裡面 籌碼的不同 他穩定度就會不同 可是呢 投信很愛一個族群 他叫什麼呢 他叫印刷 電路版 印刷電路版PCB 那麼以PCB來講的話 應該我們要這樣講 PCB的運用是他的應用層面是非常的廣泛 所以大家想我們談到AI的時候 是不是要PCB 對PCB 好來 那重點來了 那PCB族群裡面呢 他應用的範圍裡面會帶給哪一些產業呢 好來 大家請看 AI跟電動車還有雲端運算這些需求的增加 另外就是低軌衛星 低軌到衛星領域的應用 那好吧 那如果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剛形容過一件事啊 就是說你看他產業 產業鏈的上游的部分 包括銅箔基板的這一些各種的材料 然後呢 到了銅箔基板 後續的到PCB的下游 各位 他這個產業鏈子相當豐富 如果你去看的話 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想像過 你看喔 這裏面 哪些股票曾經投信在裏面琢磨過很深的 到現在 都還有很多的持股 華興集團裡面的精神科 好吧 那我先跟大家講因為精神科跟車用有關嘛 這下面包括定影投控 很多這些股票 其實很多投信 很多法人都在裡面 好 PCB族群走完了沒 我認為還沒有走完 那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在 哪一些股票已經創高了 你上檔的這個地方會產生什麼 獲利調節的賣壓 各位聽好 如果股本比較大 那麼基本上呢 他的獲利賣壓會比較重 股本比較小的 他可能會比較好控制 他還有續漲的機會 第二 還沒有創高的股票 有沒有機會脫穎而出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所以在現在為止呢 走進了所謂的 這個第4季的第1天我們看到的開局就相當不錯了 所以我們就要討論到說 那這裡面到底 哪一些股票還有機率 還有機會 再上漲 而且法人還沒有放手 我先講一個過程 從第3季到第4季 我們的法人呢尤其是我們本土的這個投信 因為投信沒有假投信嘛我講過 有假外資沒有假投信 投信在這邊買進持股以後 在第3季末 也就是 上禮拜四 居然在廉價之前也沒有看到大局的調節 那這樣大家會心裡想說那當你們有沒有在記底座帳啊 那記底座帳怎麼樣我們到達一個 股價到達一個水準的時候 基本上績效就有產生了 可是我還沒結帳 什麼意思我做帳還沒結束 那這個意思不就是要跑到第4季對啊 我第4季啊 而且有些持股我根本不到10% 有些已經到15%了有些到20%了那個持股水位高了 但有些股票持股3%5%7% 如果你這樣子看了是不是還有加碼空間還有加碼空間 但重點是股價如果走高的話 那基本上 每一組的投信他們的考量會不一樣 如果裡面有人我不會冒這個風險我繼續在那邊大舉加碼 好吧 既然投信他持股還沒有鬆動 代表 他還沒有結帳 代表他仍在座上 於是呼 來各位 那重點就來了 我們的台幣會一直扁嗎 如果台幣會一直扁我們就要考慮的事情就多了 什麼意思呢 那外資會不會呢 這個會落跑 所以 因為 美元強 所以台幣弱 那這樣的話外資可能會匯出 好吧 台幣沒有一直扁 好吧 台幣也會談 那麼台幣一談起來的話 好 有沒有想過 上禮拜外資有沒有開始買一些股票 有 外資有開始回來買 在大賣以後他開始回來買 所以在今天我們在整個市場上看起來 趨於樂觀 樂觀是來自於哪裡呢 我現在所看到的很多 這一群股票 他不是只有 AI概念 他還有分好多種 好多種細項 好吧那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是不是我們充滿了期待 那麼充滿期待 要從哪邊來看呢 第一 如果我今天所看到的 我先慢慢跟大家說明一下 飢渴的部分 相當不錯 飢渴股 我看 最近有些低價飢渴股 表現也相當不錯 第二高價位股 今天表現也不錯 如果你這樣看 低價的表現不錯 高價的表現不錯 那是兩種極端 那不是代表什麼 股市的這個多頭的世系啊 他回來了 他回來他敢買了 那麼大戶去買高價股 把它再做高 那麼低價股開始要再動了 就是說 前方的股票 他已經帶動這股價以後 我們就去開始搜索 哪一些股價比較低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樣跟大家報告 來 第一個 剛才是不是講過偽創 大家來看一看 我在 上個禮拜四在股動前朝 所講的三檔的這股票 我們來研究一下 來先看偽創 各位你來看一下偽創他的K線 當初我們覺得偽創 他的K線是最醜的 如果你這樣子來看的話 當然最醜 來各位請看 那我這裡 這邊看到是什麼 這邊是叫做月線 過來這邊 這邊叫做季線過來這裡 然後 偽創好不容易站上月線 對吧 今天 帶了一根漲停 一根長紅 放量 突破 然後上來了 站上來了 對不對 然後你再去看廣達 我現在切換廣達 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禮拜五 的廣達 廣達有沒有站在這邊站好 有 今天廣達持續挺近 有沒有 有 然後廣達的高點在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比較近 什麼意思 即便 我套在高點 我現在感覺我的機會來了 什麼意思 好靠近 是不是 因為這種股票是200多塊的股票 如果他出現半根漲停 他很容易就要來挑戰這裡 是不是 那今天有沒有放量 有 那再來看看短期的這個投信 投信有沒有動作 投信有動作 投信雖然在上個禮拜三 他是小買 可是到上禮拜四的時候 他也買了3000多張的廣達 好來 可是當天的外資 他卻調了7000多張 所以當時我們看到廣達在上工的時候 隱約是有壓力 而且他在登月 月線 他在登月在登月的過程裡面 他上檔碰到壓力 很多人都在猜 廣達這個 禮拜一的時候會怎麼樣 放了三天廉價以後 外資還會繼續賣 所以你現在看今天的廣達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這邊的壓力 直接就突破過去了 直接跳上去了 對吧 那到現在目前為止 廣達已經放量出來了 那量能已經接近上個禮拜 四的量能 所以估計大概今天量 會超過10萬張以上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帶著量能去開始 往上進攻 那麼往前看是 280幾塊 282塊左右 那個壓力區 到底在這個月 有沒有辦法突破 我先跟大家說 現在目前廣達漲16塊 你就想像想看看 我們平常在漲4%5% 大概會漲多少錢 以250幾塊 的股價來看的話 那麼只要一股作氣 他很容易就上去 但重點來了 好那我現在為什麼講重點來了 難道廣達 這群股票 不會吸引 當沖的注意嗎 難道偽創這類的股票 不會吸引當沖的注意嗎 不然今天為何 開高 開小高出來 公道漲停 他會打開 那我問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是 我們是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突破 突破什麼 我們突破月線 在這個位置 那壓力區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套牢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今天會產生解套 我很容易怎麼樣 在你漲停的時候 我來賣一下 我很怕 怕什麼 一日反彈 對不對 一日反彈 那如果解套就解套 解套先跑了算了 第2 當沖的在裡面做 因為為什麼好做 我現在問大家 這個100出頭的股票 壓力不會很大 壓力不會很大 對 因為之前 廣達在夯的時候 廣達的當沖比也超高的 也就是說 AI概念股票 如果你看到當沖比率開始拉高的時候 代表它是熱門的 代表它是 它是感覺能賺錢的 所以於是乎 這個盤勢呢 開始在 慢慢開始扭轉了 第一個 早上我們所看到台積電 開出來的時候 到現在都非常穩定 即便 它是這條線是橫著走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大概漲 八九十塊 大約就是如此 來 再看一下台積電的位階 Wow 我這樣說為什麼Wow 有人說 台積電可能會打到500以下 好了 這有人說 那不管大家怎麼說 因為台積電很弱 以它的形態來講的話 是弱到爆 那麼 好弱到爆的情況之下 它現在開始慢慢 彈上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隱約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我今天走到這個這裡 我還發現 其實半年線還在這 對吧 有沒有弱 弱 那既然是弱 我今天彈個10塊 真不為國 但是台積電彈個10塊 代表它對指數的貢獻 大家發現 對 如果今天台積電沒有彈個10塊 我們再扣掉 這個大盤就不會這麼壯觀 來了200點 那你一反彈就200點的情況之下 帶200點的漲勢 然後還要帶著AEI 整體的往上衝 再帶著什麼 我們講的 台積電我們所關乎的就是先進製程 對吧 那台積電相對應的這些所謂的供應鏈 再加上我們過去所談的 有關於CPU 矽光子這些未來的這些所謂的 共同封裝 這些概念股 開始往上跑 你就會想像一件事情 如果在開局的時候就這麼樂觀 你有沒有思考 好吧 你看像迅芯這一類的中小型股票的股本 10億的股本 一下就亮燈漲停了 來8000多商直接給你攻漲停 好吧 這代表什麼 我等一下切換給這個資料給大家看 所以你會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過去曾經跟大家講的 我說 如果去看內容的結構來看的話 大家要想 那這麼多概念裡面到底有這個機會嗎 來 來走嗎 來大家請看一下 有關於 CPU概念 這裡面的 它其實跟光通訊的股票也很很有連結度 但這裡面你看封測裡面的訊星KY 它有沒有很強 那麼我們過去形容一件事情 如果看股票的本身 它的獲利能力不代表它的股價的漲 漲勢有多麼靈敏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你看訊星 上半年 EPS 1.28 這裡面賺的最多錢的大家看一下 智邦 智邦股價已經漲很多了 旺系股價也漲很多了 來 這裡你看重打它有沒有漲到 沒漲到 股價不到100 大家會發現什麼事情 聯軍沒有賺什麼錢 但聯軍股價好強 好吧 那因為是技術能力的問題 籌碼結構的問題 我發現一件事情 慢慢走慢慢走會越來越明朗 所以所謂那一些所謂的我沒有什麼賺錢的公司 我股價拉高以後 我後面 我還沒開始動的居然是我比較有賺錢的公司 所以它開始 反向操作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來到第四季裡面 大家最後比較的一個 最後一個層次會在 11月14號以前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所看到是不是2023年的 上半年 H1 也就12G 他的獲利報告 如果2023年再加上一個Q3 他是不是前三季 那我問一下 那Q3的這個所謂的 Q3財報何時要公告 是11月14號以前 對吧 那是最後的公告日 那我往前推的話 大約是10月的中旬以後 開始會陸陸續續有人公告 第3季的財報 問 我光這一頁就好了 你去看到上半年的獲利擺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把第3季把它加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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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好來 加完以後 你會發現什麼事 因為已經11月 10月11月 最後一個攻擊月份叫12月 我問大家 如果 別人的獲利能力比我差 但股價跟我差不多 我要不要反應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你是法人 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心裡一定會有個想法 對 這是最後在拼 大家最後在拼什麼 拼股價 為什麼要拼股價 拼市值 好所以這就是CPU矽光子概念股的未來的走勢 它有可能會產生一個 所謂獲利層面這個 比價的效應 當然的裡面的技術含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們今天所看到在大盤 裡面的走法會變成說 哇 那不是只有AI在表演 那當然大家可以想像得到是說 走到第4季裡面 眾多題材要去發揮的話 大家都要搶市場的這個 注目的焦點 那重點是 我問一下 你還有什麼東西沒想到 看起來AI在反攻 然後呢 看起來先進製程的這一些封裝概念股 相當不錯 那我問大家 請問電動車有沒有機會 那麼電動車有機會 它的基礎建設是什麼 它基礎建設是 充電站 充電樁 你看起來好像有機會 為什麼沒機會 第一個 前方我們在修正的時候 很多股票都在修正 所以 來到了第4季 大家把這個題材發光發熱 那一定要怎麼樣 先把營收拿出來看 如果你營收表現不錯的話 那麼重點是 那我就有機會了 尤其是那些在修正的 再修正的這個股票 進行修正以後呢 我覺得它的能量開始 聚集 所以為什麼這樣講 所以今天我們在 盤中 我有跟大家說明過 所以我在盤中 我看了不少的股票 其中呢 也我有跟大家講過一個重點 如果你今天在第4季 如果說我把這股票 當做短線操作 那麼你就要 看得很快 甚至你要做線股 當沖 那也OK 就做短線 但是如果你要思考做一個波段 我要請問大家 我們要走 創高的股票 還是那種拉回 已經修正過的股票 來做波段 第一個 創高的股票 它還有可能創高 因為它上面 天花板已經被它突破了 它已經領先創高了 那我問 它既然創高了 前面所有買的人是不是都在賺錢 如果大盤有一個拉回 它是不是 有變成有一個機會說 我大盤拉回 那我可能會變成什麼 這個 我可能就會 變成 我獲利調節 我先出一趟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可能 所以它變成一個什麼 獲利調節的賣壓 會在這個地方 於是乎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早上 我跟 我跟我們的盤中的觀眾朋友講說 那你有沒有想過 把一個 一筆小小的資金 把它放著說 我要放定存 請問定存要放多久 有沒有 我們就放第四季 三個月 對 我放定存放三個月 我想一下 你放定存放銀行 三個月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好吧 那自己換算利率 但是我同樣的把這個資金放在台灣股市裡面去買一檔股票 我就把它當作放定存 我都不理它 結果它跑出一個波段來 絕對 超越 你放在銀行三個月的定存利息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提供給大家 所以你如果在第四季裡面真正好好操作股票的話 你先把策略給定好 什麼叫策略定好 某些股票 我現在舉例了 就是剛才有跟大家報告了 我說如果你現在所看到的 來我看 找他好了 來 我舉例了 廣達 問一下 問大家廣達 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怎麼操作 他如果來到282 算不算 大家都解套 算 好 我從這個位置到282 我算有一個空間 短線的獲利空間 好 但到282 他會不會突破 這是重點了 對 那我們廣達是不是 我們先做短線搭配著來看看 因為畢竟廣達前面就有大漲過了 他現在回魂了 如果我們再看偽創 請看偽創 那偽創距離可就比較遠 給大家看一下 偽創距離在哪裡 偽創距離 他的高點 這邊讓我們大家看一下 161.5 今天漲停板 111.5 請問差多少錢 那我就要供 不斷的要挑戰 站上生命線 然後繼續往上挑戰 然後 他的空間是不是有比較大 他空間有比較大 但是因為他在下檔 他線型比較差 所以呢 基本上大家會發現說 好難做 為什麼好難做 我好難選擇 對吧 是不是好難選擇 好啦 那你就不要講 我們再去看技嘉 那天我們在股東前少講的三檔股票 這個呢 他的高點在哪 給大家看一下 三百八十二點五 上市公道三七二點五 所以現在目前的位置在挑戰什麼 季線 好不好 季線 要挑戰這個三百塊以上的季線 好了 那問 大家請問怎麼選擇 三檔股票讓你選 請問你會選哪檔 好 那就用短線的角度去看 因為大家會想一件事情 該不會他只是反彈 他沒有要反轉直接上去 因為上面還會碰到壓力區 所以他會震盪 好 這個就做短線 那符合你的要求 AI概念可以做短線 為什麼 他現在熱門 他這樣量補出來了 而且 手法不一致 什麼叫手法不一致 機殼的股特別強 機殼概念特別強 好了 那沒關係 那我們終於要找出一個 怎麼樣去決定第四季的操作策略 那問 請問PCB還能夠再供嗎 如果你像見頂這樣的股票 今天供到漲停了 他還沒有創高 請問這個還會再供嗎 他會過高嗎 52.5億 有沒有符合中小型股票 有符合 大概50億左右 好吧 那各位 來了 我們來開始來說 這些會亮燈的股票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他亮燈的時候 對不起 那你就沒有 是不是 今天盤面上有在亮燈的股票 你有包括80塊的 有包括48塊的 還有29塊的光環 但是我剛剛有沒有講過了嗎 如果你去看光環 是吧 光環 你要去看他的獲利嗎 等一下 你看光環的獲利怎麼看呢 沒辦法看 好不好 那意思就是說 會漲停板的股票 他不代表說我的 獲利能力就相當好 好吧 那獲利能力相當好的股票 他不一定說 我現在就很強 好 那也沒關係 那我們要開始選擇 各位 我先講一個 一個概念 那既然我剛剛給大家看到前面那些獲利了 可是第三季的獲利報告還沒出來 對吧 那我現在要不要佈局 要佈局 怎麼佈呢 對齁 怎麼佈呢 第一手上有股票 現金變得少 好不好 因為有買了很多股票 所以我現在 手上現金變少 可是第一個 檢視出你手中的 股票 他的現在目前 他到底他是本身的這個 所謂基本面扎不扎實 這很重要 對你第四季非常重要 你要把它留著 就像我講的 AI概念股 你不得不留 因為有的 價位比較高 好吧你就先留著 他會漲 因為他有話題 但是能不能談到你那個位置 那需要時間 但是我總是要佈局吧 佈局那種 我講一個就是 我先講 短線上我找一個股票 如果他能夠亮燈 那該多好 10%我立刻能夠賺 對吧有沒有那種跡象有 那我問大家 這個跡象就是 我曾經講過 這個大家可以看 禮拜四的股東前朝 我曾經講過 尾創拉回來 如果他跌破 跌破100我一定買 這是我當時我講的 對吧 那為什麼 跌破 跌破 那月線沒有站穩 他打到月線下 我也買 這是禮拜四 上禮拜四我講的 所以當今天尾創 亮燈漲停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他跡象已經出來了 所以整個AI從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開始 一個跳上來以後 他代表一件事情 市場事情要往這邊靠 往這邊靠是一件好事 但是未必他能夠一直持續 要看法人 的態度 好 那你說 隊長短線上我們應該 也有這種類似的股票 有機會 跳出來吧 有 那我們也可以來參與一下 有機會 好不好 有機會怎麼樣 我先跟大家說 先講一下 如果你現在手上還有一些資金 甚至有些股票 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第一件事很簡單 你把你比較困擾的股票 先告訴我 在這個LINE裡面 如果還不是我們的LINE的好友 麻煩各位先加我們的LINE好友 加了以後 你把你 比較頭痛的 這些股票說 我到底該留不留 把它 告訴我 然後有幾張 什麼價格買的 先跟我講 那第二件事情 你說 隊長 你說短線上 如果像你們今天那個標題 那個頂尖隊員 他們是有那個什麼 偽創 見頂亮燈掌停 頂尖組的 那個亮燈我超喜歡的 你有興趣嗎 如果你有興趣說 隊長你帶我坐 來 請在這個LINE裡面留下 我要亮燈 好不好很簡單 我要亮燈 然後 加上你的聯絡電話 那我想 10月 開局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很多這種意想不到的 突然 他拉上去亮燈了 雖然有打開 後面再鎖 無論如何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局 那你要掌握這樣的機會 而且在今年第四季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作帳的程度 它會大於 第3季 你說第3季那個投信不是買了一缸子 所以怎麼可能 不要忘了 還有外資 好不好 還有外資 整個市場還有公司 還有集團 他們要把在第4季裡面 公司整個市值要拉升的話 唯有股價開始不斷的往上走 他市值才能夠拉升 好了 前方你已經看到很多集團 包括像連家軍這一類的很多的這些股票都已經開始往上攻了 那麼接下來會是誰呢 我現在跟大家講 一檔一檔都要冒出頭了 所以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如果當你今天你還在忙忙股海裡面思考說我到底要該怎麼做的時候 那我告訴大家 隊長給大家一個方向 如果你現在所看到的科技股 你覺得說你都有擔憂什麼的話 那你沒辦法做股票 因為第4季往往來的就是科技股 你根本也不要放棄那種像消費性電子 跟我剛剛所講的那些網通族群 有超多的族群 他們都開始表現 如果不知道方向 歡迎大家來問 然後短線 想要隊長來帶你 做那種強勢的股票的話 請你留 我想 我要亮燈 我要亮燈 加上聯絡電話 明天怎麼樣 明天還會不錯 是嗎 是的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